Honda All-New HR-V 目前在我身後的這一台是Honda All-New HR-V 其實這次改款的幅度並不大 所以我可以把它認定為是一個小改款的車型 那它改變了什麼呢?其實也並不多 不過我覺得都還蠻有切衷目前消費者的訴求以及想法 第一個在外觀的部分 其實在頭燈組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 它整個頭燈的造型包含LED日行燈的設計 跟過去都不太一樣 再來下方也加入了LED的霧燈 在頂級的S車型版本 而且我覺得這個霧燈的造型是非常的好看 另外中央的水箱護照 整個造型也變得不一樣 而且現在鍍鉻釋條的點綴的部分變得更加的大氣了 另外在車側的部分呢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在輪圈組的 鋁圈跟過去的配置是沒有太大的差別 不過重點在於它在配胎 換上一個更為舒適化的配胎 那代表是它整個行車路感也會變得更加的舒適 而在車尾的部分其實有一個熏黑的尾燈組的加入 而且裡面的光源也採用了幾乎是LED整體的光源 所以我認為在晚上以及日間的行車辨識性上面 對於後車來說都有一個不錯的辨識性 好在內部呢 其實在車上的部分它加入了非常多的鋼琴的烤漆 以及鍍鉻釋條來點綴它的質感 而且我們可以看到它在中控台一樣有一個大面積的液晶螢幕 來讓你做一些行車資訊以及視聽音響功能的操控 我覺得這都是非常不錯的一改變 另外最重點在於它這次依然採用了1.8升的NA引擎 所以在最大馬力最大扭力的速度上面跟過去都沒有太大的差別 一樣也配置了CVT的五段變速箱 不過我認為它在隔音上面其實這次原廠有特別強調 隔音的部分做了一些精進 那我想這個在之後試駕的時候 我們可以給各位更多的一個回饋 畢竟真的上路之後我們才可以去感受到它是否在隔音上面有更大的一個意志 不過我想既然原廠這樣說了 代表的是它在隔音的部分一定有做了一些加強 那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話請參考我們之後的試駕影片 好最後在建議售價的部分 可能跟過去有點不一樣 畢竟這次是屬於加配備不加價的部分 那第一個呢 原先的VTi車型是被取消的 那現在只剩下VTi S以及頂級的S車型 那VTi S車型它的建議售價是77.7萬元 至於頂級的高階S版本 它的建議售價則是84萬元 比過去是降了將近1萬塊 我覺得這算是蠻超值的選擇 在這次的VTiS版本